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,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多种多样的,层出不穷。 美国采取的制裁措施差不多已经第三轮了,已经制裁到普京的女儿,她的那些麻债,跟她利益攸关的这些俄罗斯富豪们,在各个国家的财产,包括邮轮,都被冻结。 许多人已经开始骂粮了,捍卫私有产权了,但是你能证明那是你的私有财产吗? 证明不了,那就是脏钱,没有拉过税的钱,那就是明指明高。 在这个问题上,其实针对查维斯的亲属,在美国的财产,冻结,驱逐,都已经有先例。 那么与政权捆绑的比较密切的俄罗斯富豪,给中国富豪们打了个殃。 其实美国人已经明确地说了,希望中国从中吸取正确的教训。 我们也希望中国意识到,美国在全球各地都有自己的盟友和合作伙伴, 我们都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,以及一个国家自主决定外交政策的权利。 说到这句话的时候, 有些人联想到了拜登的一个中国的政策, 认为是又打又拉,给这个习胖吃个定心丸,好歹咱是认一个中国的。 谈到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 但是大家要注意它后面一句话。 美国重视一个国家自主决定外交政策的权利。 那后面这个国家指的是谁呢? 有人猜是中华民国。 那是不是呢? 好像是。 为什么? 因为紧接着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新闻。 佩洛西将帅团在周日访问台湾。 4月10号是台湾关系法多少年? 43年。 那么佩洛西作为美国现任的议长。 他率团亲自来台湾,展现了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, 以及台美关系,对台湾关系法的重视。 中国政府一般讲的都是三个公报,联合公报。 但是公报和美国的国内法,谁对美国更有约束力? 我相信是个人就能搞得懂。 所以前面这个副国务卿,常任国务卿苏曼, 就是这个女的,之前访问过天津的。 她说的后一个国家自主决定外交政策, 应该指的是台湾。 好了,这就了了,最起码打消了有些人不切合实际的幻想, 因为谁都知道,今年下半年, 习胖在二十大之前,打台湾是极有可能的。 你不能说俄罗斯人公布出来一份打台湾的计划, 习胖就打消了这个观念,是吧? 这不太现实。 她当现在模领两可的,实际上在支持俄罗斯。 俄罗斯人即便在背后捅了一刀, 她还是不会放弃自己的幻想。 她认为,你打乌克兰不行, 我打台湾,手拿把钻。 其实台湾国内呢,有很多这个不太真实的声音。 有一些充分的认识到,实力是有差距的。 所以她们一直在说不要打仗, 其实跟投降差不多,一个意思。 跟当年汪金卫所说的没什么区别。 那么第二个呢,第二个就是一帮戏子, 盲目地认为, 他们可以赞而慎之。 甚至有些人说, 是吧,举个托吧, 这个这个咱就不说了。 这个, 许多人认为, 到战时, 他会参战。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服过兵役的比较多, 是吧? 听起来有点像这个, 韩国或者以色列服兵役的这种感觉一样。 是啊。 服了兵役, 有热情, 但是, 真的还能回到战场上去吗? 两岸已经几十年没打过仗了, 大家都没有经验。 十七八岁的小青年, 尤其是共军现在, 用大价格赠来的兵, 因为他们退之后, 能拿到的回报, 其实比当年, 闹的这个复原军任, 转业军任, 这个待遇的人, 要好很多。 这些人是不跟你讲道理的, 他们跟今天在乌克兰战场的俄军是一样的, 他们杀红了眼, 连父母都敢杀, 那你平常相对理性一点的人, 没拿枪打过真人的, 你在战场上的寿性不如这些农村兵。 陈士兵大多数情况下, 打不赢农村兵就是因为寿性不足, 这是真实存在的。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失利, 不可能打消, 习胖攻击台湾的脸头, 他要想当一尊, 让党类鸦雀无声, 唯一的办法就是结束内战。 在他眼中, 这是他唯一能够超越毛泽东, 第一代领导人的, 唯一的一个做法。 其他的人都没有什么可想而知。 连续放出来的来自美国的消息, 对习胖是一个打击, 但能不能完全遏制住, 他对台湾的攻击呢? 说实在话, 卸任的这个国务卿, 刚刚访问过, 现任的议长又来访问。 连续这么密集, 其实都是在告诉西方, 如果你攻击台湾, 你要承担后果。 那这个后果对他来说, 有没有不可承受的部分呢? 看起来不大。 你说中国有这么多贪官, 一旦制裁起来, 在西方的财产都不安全, 那你要知道, 习胖让你们带着钱回来见识丝话, 停留在香港的资金, 正在观望的资金。 2018年以后, 觉得在美国或者西方国家, 不在安全的这些资金, 实际上, 通过期盼, 收回香港的治权, 都开始, 纷纷投降。 有的跑到新加坡, 有的跑得更远, 但大多数还是回到了这里, 你没有更多的选择。 中美的蜜月期一旦结束, 你们在西方转移出去的财产, 就不再安全了。 那么今天还在西方的这些财产, 这些人不怕冻结吗? 其实也怕, 但是你要知道, 中共从来就不是一个, 整体。 每一个所谓的十年皇帝, 他们手下的这些人, 包括他们的白手套, 就是所谓的皇商, 积累的财富, 即便已经离开了中国, 但是, 习胖这个政权, 不会为他们保障, 因为这跟他们没有关系。 他巴不得你把贪婪的钱, 都带回国, 交一部分赎罪赢, 剩下来, 还能是你自个儿的。 你流落在西方, 建设帝国主义去了, 是吧, 跟他有什么关系呢? 对不对? 所以今天, 包括这个常任副国务卿, 舒曼的这个, 所谓的警告, 包括这个佩洛西, 即将访问台湾, 不会影响到西方的决策, 只不过, 更为明确地表达了, 美国的立场, 至少, 从佩洛西这个角度上来说, 不会有人在盯着骂, 说三十年前他在广场, 现在已经变了, 还会有人再继续骂他老巫婆吗?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看到现实生活中, 佩洛西正在做的事, 其实我相信, 你心中的成见, 只是你自己放不下而已。 好了, 谢谢大家。 再见。